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频道,我是Rafael Youngland,欢迎订阅同留言。 快根植物Codex是指一类植物,它们的地下部分,特别是根部可以储存大量养分和水分,从而形成同大的块状结构。 这些植物通常可以在浅汉或营养匮乏的环境中生长,因为它们具有很好的储水和储能能力。 快根植物品种多样,令人著名,以下是一些热门的快根植物。 1.象牙公Pycopolium Rosulitum 这种快根植物是一种来自马达加斯加的植物,属于家族陶科旗下的磅垂树鼠,极为粗壮肥厚,而圆润的躯干是其特征。 而与其大肚子上则生长着又长纤细的枝条和叶子,加上2月至5月的花期甚至会开出鲜黄色的小花,绝对是快根植物的代表。 它需要充足的阳光和排水良好的土壤,并且需要避免过度浇水。 2.白马城 Pycopolium Saundersi 这种快根植物也来自马达加斯加一。 酒瓶型的快晶分支多长有小刺,银白或银灰色的外皮也促生精端,四散一般张开。 开白花,带淡淡清香,十分之优美。 它需要充足的阳光和排水良好的土壤,并且需要避免过度浇水。 3.惠里虚效 Pycopolium Breivacore 这种快根植物是家族陶科。 磅垂树属多年生草本植物。 植株无明显的精干,具肉质块状精,其形状出为属于状。 以后随着植株的生长,逐渐长成扁平不规则的生姜状。 最高可达60厘米其表皮灰白或灰褐色巨刺。 叶片树莓从生育块状精顶端。 叶色青绿广T真形长2-3厘米全圆。 聚白绿色叶脉,花油叶丛中抽出2-3朵朵朵形。 花瓣五枚为鲜亮的柠檬黄色花期12月至1年4月。 甲果细长高高翘起,常常成对生长,像天线,又像动物的鸡脚。 由于原产马达加斯加岛西南部,生长于海拔1300-1900米。 起湿暖前灶和阳光充足的环境,耐潜汗怕积水。 有一定的耐寒性,冬季可耐四摄氏度低温。 会比虚效,古朴自然的块状精,配以清脆的叶片。 冬春季开出明媚灿烂的黄色花朵,令人耳目一新。 其古朴雅致的块状精,是主要的观赏对象。 4.南非龟甲龙,Discoria elephantae。 这种块根植物来南美洲,宛如龟甲齐名,便由此而来,金绿色慢性长,1-2米。 夜心形三角状,长6-7厘米,为落叶藤本植物。 为荆肌不膨大型多肉植物的典型代表,非常奇特而珍惜。 它需要充足的阳光和排水良好的土壤,并且需要避免过度浇水。 注意在夏季会休眠落叶之后,要减少浇水。 5.断牙女王,Rexinuria lucotrican。 这种块根植物是一种来自南美洲的植物,聚散花絮,自金端,开出橘色或红色花长筒状,长2-3公分花冠五裂,花近约0.5公分。 开花期春末至夏季,断牙女王这个原因名称源自日本,是植物原生于巴西南部的巴拉那州的山区岩壁上。 此环境下施冬前,所以植物演化出以肥大的快筋储水以抵御前汉。 它的叶子长有茫茫也是其特色之一,它需要充足的阳光和排水良好的土壤,并且需要避免过度浇水。 象族七树,Opercular Carrier Pachypus,是快根植物种植者的最终目标,梦寐以求的植物。 象族七树为非洲马达加斯加岛特有物种之一,主要栖息地在马达加斯加西南部的一小片地区,与该岛上的大多数植物一样具有许多独特的特征。 象族七树属于小型的落叶桥木,高度可达1.2米,树干成圆锥形生长,看起来像一颗奇特的盆景。 叶子很小,有黄绿色的花朵,于另一种也来自马达加斯加岛的列加石七树。 Opercular Carrier Dicari常常很难分辨,但它在野生环境比列加石七树少得多。 象族七树在室内和室外都很容易生长,能适应全日照或半日照的环境。 它是一种生长缓慢的植物,栽培上可以使用沙粒或沙土,并且需要较高的排水性。 定期施肥可以促进其健康成长。 当植株有叶子时,需要定期浇水,在室内最好放在前灶的地方,否则容易腐烂。 在冬季,除了非常热带的地区,它都是落叶的,会处于休眠状态,在此期间要少浇水。 整体而言,象族七树是多肉植物,中相对容易养护的梦幻一品。 这些快根植物都有独特的外观和特点,并且需要特定的生长条件。 因此,在种植前,应该仔细研究它们的需求,以确保它们能够茁壮成长。 快根植物种类还有很多,日后有机会再为大家介绍。 谢谢收看本频道,欢迎订阅和留言。 谢谢观看,欢迎订阅和订阅。 我是Raphael,见到你再次。